好主观众 世界杯南篮将会在这个月的25号就开打 而台湾则是举办了热身赛 那么台湾是邀请到了波多黎各 立陶宛 以及拉脱维亚三个国家队来台湾的新装体育馆 来打热身赛 而今天他们也是陆续的抵达台湾 今天下午立陶宛国家队是在新装体育馆里面热身 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是比代表国家队 尤其是代表立陶宛国家队出赛来的更有荣誉感 然后更重要 尤其是能够把立陶宛的篮球带到这个世界 然后甚至带到台湾来 对他来说是很大的一个荣幸 好先前除了阿弗拉脱因为禁股伤势 NBA母队提湖队是不准许他参加世界杯 所以热身赛也会缺席 而前天Porsingis也在个人的推特上发文 决定不参加世界杯男篮的比赛 那么这一次也是很期待的 因为台湾球民是难得可以在台湾 来看见很多NBA球星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形 再把时间镜头交换棚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